提起鄉親修心買到車輛車 不過這次是中國車行 去住這種消費求婚 中華一名這個Course的中國車廂 在那一間又來第一名的打賣中心 說買到一台中國車 想不到誰去標這個車輛車 這車廂向打賣中心來歡迎 想不到這對方式一直拖延 中國車廂真想起是來發起 全台串連控業行動 要面臨修心 昨天買到車輛車 打賣中心算是一載拖延處理 中國車廂是拿到北部條 來到打賣中心發抗議 抗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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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買回來的時候是張車 我們也不知道 在認證的時候也是沒有發覺 可是賣出後就被台北市已經大扣走了 這就是我們的商業損失 面對一大軍的抗議面中 打賣中心裡面是很低調 也表示所有問題都要交由 總共事處理 沒有收到任何指示 對 您不能做回應就對了 你們知道這個事情嗎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關乎小博光也說 車廂跟打賣不入車交易後 發現車廂有問題 可以交由公兵會認定 以照客友請求損害賠償 認證不是張車的這個車輛 那事後又被認定是張車 那這部分就會涉及到 民法上的權利瑕疵擔保的問題 那當事人可以依據民法的規定 以及雙方的企業關係 向業者請求這個損害賠償 他不會說是人員向媒體回言說 客手案都會處理 但是有一定的定屬 需要時間 將當台調查完成 才會跟車廂交通協調 大中華新聞 中西兩輝段 蔡芳報道